历位纪第二十四章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精金灯台上的灯 你要取细面烤成十二个饼 每饼用面依法十分之二 要把饼摆列两行 每行六个在耶和华面前精金的桌子上 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 就是作为伙计献给耶和华 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 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 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 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力 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伙计中是至圣的 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 他父亲是埃及人 一日咸游在以色列人中 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 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明并且咒诅 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 他母亲名叫士罗密 是弹支派底伯利的女儿 他们把那人收在尖里 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把那咒诅圣明的人带到营外 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 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 你要小玉以色列人说 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 那亵渎耶和华明的必被致死 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 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 他亵渎耶和华明的时候必被致死 打死人的必被致死 打死牲畜的必陪上牲畜 以命偿命 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 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 以伤还伤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 也要照样向他行 打死牲畜的必陪上牲畜 打死人的必被致死 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 同归一利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于是摩西小玉以色列人 他们就把那咒诅圣明的人 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 以色列人就照耶和华 所吩咐摩西的行了 导致说 现在这是金石头 我们应该由 它是宝贝 avi 是 woo